大家好 我是神州载人飞船机械总体主人设计师刘晓震 今天的早些时候 跟随神州12号飞船 遨游天宫的三位航天员 聂海胜 刘伯明和汤红波 终于结束了他们在天上三个月的驻刘任务 在出色的完成了两次出舱活动 和各种科学实验后 成功的返回了地球家园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 航天员返回地球的精彩里程吧 在出发前 首先三位航天员要把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 行李收拾的整整齐齐 打扫太空之家的时候 航天员们会进行常规的收纳清洁 还要对各种科学设备和仪器进行设置 为下一次载人飞行任务提前做好准备 那大家会不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打包时快乐轻松 待到开箱时却毫无头绪怎么办 在这里给大家透露个小秘密 航天员随身携带了一个功能强大的手持电子设备 只要用这根磨棒扫一扫 包装表面的二维码 里面的物资配套就一目了然了 舱内物资盘点完成 下一批秤组到来的时候 就可以方便找到之前留下的宝物 顺利地完成物资的交接 当然回家不能忘记带这 航天员们还会把这次飞行的科学实验成果 在返回舱内安置妥当 带回地面 收拾完家当 关好核心舱舱门 钻进早就叙事待发的飞船里 航天员就要准备回家了 返回时 他们穿的行头是定制的舱内航天服 舱内航天服主要是发射和返回的过程中 还有轨道运行期间 密封舱施压时 航天员的专用服装 带有头盔和内部通风系统 是航天员危急时刻的生命屏障 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分离后 会根据预定好的程序进行调资 首先将前端的轨道舱分离出去 留下返回舱和推进舱继续飞行 飞行一段时间后 经过精准的制动刹车 推进舱与返回舱便分离开 留下返回舱搭载着航天员继续前进 最后返回舱在预定轨道上开启发动机 调整好姿态 准备进入大气层返回地球 返回舱从400公里的高空进入大气层 就像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冲向地面 温度可以高达2000多度 航天员在悬窗中能看到非常壮丽的景象 但是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此时舱内的空气只有20多摄氏度吧 这全靠返回舱穿的一件防热外衣 这身防热衣由可烧石材料制成 在融化蒸发和分解时能带走大量的热能 阻隔高温进入舱内 是名副其实的防火墙 话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挑战游乐园里的极限项目 其实航天员回程的旅途要比过山车刺激的多 降落时从7.7公里每秒减速下降的过程 相当于4个人压在一位航天员身上 同时考验了他们生理和心理的耐受力 只有依靠平时的刻苦训练 航天员们才能承受如此巨大的过载 顺利的完成任务 返回舱的着陆过程 对航天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舱体进入大气层后 经历灼烧黑帐 最后开散减速 这时返回舱的速度接近30公里每小时 如果直接撞击地面 还是无法保障航天员的绝对安全 为此飞船设计师们设计了一套组合拳 就是让返回舱在距离地面一米时进行一次刹车 这套拳法的秘诀就是外放内脸 外放是点燃返回舱的反推发动机向地面喷火 以反推力来减缓降落速度 内脸是在返回舱与地面接触的瞬间 通过外壳减震材料和座椅缓冲机构组成的减震系统来吸收能量 保证航天员受到的冲击在人体耐受范围内 以往载人飞船返回都是降落在内蒙古四字王旗的阿牧古朗草原上 而神舟12号返回的最大亮点之一 就是我们的载人飞船将首次实现沙漠着陆 三位航天员将会降落在巴丹吉林沙漠的东风着陆场 和风吹草地的再上草原相比 东风着陆场的地域更为辽阔 人烟也更稀少 而且飞船每天都具备从空间站轨道返回的条件 以往东风着陆场都是作为返回时的备用着陆场 现在终于一跃转正了 载人航天任务的每个环节都和航天员的安全密不可分 每一次都是新的挑战 在本期视频的最后 让我们再次祝贺三位航天员平安回家 也期待下一次神舟13号的成功发射